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258例 其中有11例因此死亡 这11例当中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0月份 那是我们这个夏季流感今年比较延后 尾声引起的这个重症或死亡的病例 我们预计冬季的流感是会到1月份才会正式进入流行期 最近一个月社区流行病毒以A型H1N1为主 如果流感并发重症恐怕就会造成细菌感染 如果是长者或者是幼儿或慢性病患罹患流感的话 最严重是有可能并发严重的肺炎脑炎或者是心肌炎 那甚至会导致有其他细菌的感染 引起这个败血症等等 而各县市政府领到的公费流感疫苗 累积有316万多剂 扣除已经接种的 目前还剩202万剂可以使用 机关署呼吁还是尽快接种疫苗 避免遭受感染 三十人王冲的陈佑荣 台北报道